面對的花蓮種骨 所以視野非常好 還有海岸上面的土壤 也非常的好 很適合澳洲茶樹的栽培 二十多年前 陳文藝在花蓮玉里安通 種下的澳洲茶樹苗 如今已經成了一片森林 只要每個人問我說 你賺了多少錢 我說你要問我 我種了多少樹 因為每一棵樹 都會給大自然有幫助的 尤其在空氣這一塊 茶樹第一個它有兩種功能 第一個保育 因為上坡地 你要種那種樹 它樹根可以抓住土壤了 第二個 它的樹葉可以生產做金融 有機茶樹森林 有保護生態的心意 也承載著一個父親 守護女兒的初心 現在要到我這一次 風災受損最嚴重的 我的茶樹森林 GO 我們要開一小段的路的車 成為一年近70 仍然精神抖擞 除了照顧溫泉民宿生意 許多時間都往山上跑 因為我們在提煉金 有試用它的澳洲潮樹的樹葉 可是當樹葉全部乾了以後 它就沒有油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 在還沒乾之前 趕快就採收 哇 開始工作 今天早上要努力收拾 颱風留下的一片狼藉 哇 這個今天工作要做整天了 那麼大的樹都可以 連根拔起被吹倒 辛苦種了那麼多年 然後它躺下來 像這一棵 我現在手段摸這一棵 它已經沒有辦法活了 它是連根拔起的 它一一檢視山坡上的茶樹 還有舊的就絕不放棄 每棵樹都像我的孩子一樣 我們都有感情 所以每次太空摧殘它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是心痛的 心痛的事 這是為了女兒種下的 三十多年前 成為意在紐澳的建材生意 風生水起 大女兒也來報到 想不到迎來的 卻不是初為人父的喜悅 生不出來還是很大 所以後來就硬用拉出來 那這個時間拉得太長 所以這孩子生出來 其實它是OK的 可是到了九個月十個月 這孩子發現不太一樣 孩子在生產過程疑似 因醫療疏忽影響腦部發育 成了中重度智能障礙患者 為了陪伴女兒成長方便就醫 成為意毫不猶豫拋下事業 舉家從澳洲搬回台灣 那一年他五十歲 人生被迫重新歸零 人家不要收人 因為託合所都不要收這種性質障礙的 因為很吵 所以我就自己成立一個託合所 照顧孩子 可是孩子慢慢長大以後 到了他讀小學快要畢業的時候 我就開始思考 這孩子要在那裡安置 個性敏感的孩子更需要一個遠離都市人群的開闊空間 陳文藝想起過去在花蓮獄裡買下的一塊地 原本是拿來投資的 如今女兒讓他有了不同思考 人生還有比掙錢更重要的事 有溫泉 有土地 又有一個需要照顧的女兒 就選擇留在這裡 他在這蓋起溫泉民宿 想起在澳洲認識的茶樹精油大有妙處 於是請求農改廠協助 買下進口種苗 開始有規模的種植 陳文藝也成了台灣種植澳洲茶樹的先行者 我們都一起在山區檢檢花木 夏娜回來也會幫我檢檢樹枝做精油 所以一方面可以有親子的關係 一方面還可以保護這個散泊地 整理到一半 他突然丟下手邊工作 趕回民宿 原來是寶貝女兒回來了 我沒有抱我 我沒有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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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看叔叔 看叔叔 耶 好啦 吃飯吃飯吃飯 可以拿嗎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拿筷子 拿筷子吃飯 大聲說什麼 開動 開動 好 爸爸也要開動 平常在花蓮市區上課的女兒總會在假日前回到山上 這是父女倆的親子時光 他到了90歲以後 他才會真的會叫爸爸 因為他的語言是障礙的 練習說話 加強認知訓練 這是一家人從不間斷的功課 可以泡溫泉對不對 可以泡溫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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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是什麼 做蛋餅 這個是什麼 蛋餅 不對啦 雞 雞蛋 對 雞蛋 這雞蛋給你吃好嗎 OK 試著接受老天給的考驗 這個爸爸從沒放棄過希望 趁著女兒還在吃午餐 陳文藝重新回到山上 把收集下來的茶樹一車車推下山 等著待會兒手工提煉精油 因為光全部雇工不容易找 這邊的工人不容易找 所以有些事情還是要靠自己 還有因為這樣可以鍛鍊身體 年近70歲的他 比自己勞動還熱血參加鐵人三項 拿下許多獎項 那我如果現在把身體養好一點 我如果活到80歲活到90歲 我是不是可以多陪他幾年 好 這個就整理得差不多了 等一下就會帶回家 來 不像國外連同樹枝全鏡機器打碎 他們的手工一一挑出樹葉 是個考驗耐性的體力活 現在的紫山情緒穩定很多 可以專心當個小幫手 一做就是一下午 他有他的堅持 可是他沒有辦法跟你溝通 甩東西甚至大聲地哭 讓你會覺得很受不了 為了讓家人過更好的生活 成為一年輕時拼了命的工作 靠著反應敏捷和高EQ 從建材業務成了獨當一面的老闆 相信事在人為的他 面對心智永遠停在三歲的孩子 第一次覺得無能為力 一般在需要人手 就會常常想說 我的朋友的孩子 三十幾歲都可以幫忙家庭 可是我的孩子 他是我要幫助他 尤其這些年挫折不少 天災 疫情 影響民宿生意 起初不少人都不看好 這投資的時間 人力 真能換來相同的報酬嗎 只要是碰到天災 跨都沒有遊客 那看到薪水要付 尤其疫情時間 那種有壓力 尤其陳文藝堅持一公斤茶樹葉 和一公升水的一比一精煉比例 純露和精油產量不多 價格當然無法和大量進口原料 再行調製的業者競爭 但他更在意的 是不能忘了初衷 因為這塊地 是我當時的理念就是 友善 崇尚自然 友善土地 所以整個園區都是有機栽培 不失手 不打農藥的 所以我是為了維持這個生態 它震撼大自然帶來的美 也開始思索 怎麼讓附近的農民 一起加入友善土地行列 他成立觀光協會 和附近的部落串聯 提供工作機會 今天陳文藝來到玉里安通部落 教阿美族的長輩玩手做 好 這個多做的都送給部落 沒有來的可以幫我送給他們 好的 龍香綺為了照顧96歲的媽媽 五年前回到家鄉 深刻感受到偏鄉資源的匱乏 陳文藝了解他的困境 二話不說 決定一起想辦法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都是打零工的方式 那陳老闆就是 可能就是有這樣的工作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這邊有怎麼樣的工作 你們要接嗎 我的故鄉是屏東 可是從小在鄉下長大 我可以體會出那個 城鄉差距的這種感同身受 我覺得一個50歲或者60歲的 那種已經年紀大的 從這邊長大的孩子 然後到了外地以後 他又回來 會讓我覺得說 他們都做得到的 我應該也可以做得到 要能找到在偏鄉活下來的方法 單打獨鬥是行不通的 他們一起討論 發想工作機會 更沒忘了 部落長輩也需要陪伴和關懷 這個太高了啦 對啊 這個太高了 這已經陰了 這個陰了 哇 姐姐妳的漂亮 哇很好 這是妳的喔 好啊 我們的老人 他們很開心啊 拿到那個萬用膏的時候 看到他們的一個表情 是我們在照顧他的那個 最基本的一個成就 說到照顧和陪伴 陳文藝不免也想起女兒 隨著時光流逝 她的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那我的女兒可以來這裡嗎 她要殘障手冊 就我們有殘障手冊 對對對 所以妳啦 因為我們家的這個也是 因為她有殘障手冊 因為她的評估是在 中中度 對對對 我的是中中度 部落人們總能給她溫情回饋 也像是幫她蓄滿正能量 重新面對生活挑戰 這是我覺得最有成就的 就是周外土地 也醞釀了這片森林 也造就了我的民俗的生意 也讓我認識更多的人 這是我統治周外土地 最大的成就 在她心中 能在大自然的懷抱裡 陪著女兒長大 就是最舒心的生活 蝴蝶不是我養的 是因為我種了那個植物以後 它就來了 所以我每天的夏天 就有滿滿的子斑蝶在這邊飛 繞了一大圈 曾經的大老闆回到台灣 守護茶樹森林 也守護了親情 馬上要70歲的她 仍然活力滿滿 樂觀面對老天給的功課 好嗎